在鬼灭之刃中登场的角色有着特点鲜明 让人印象深刻的姓名 这些姓名表面上看不出来什么 但其实他们都是非常有考究的 背后或多或少都隐藏着鳄语老师的独特用意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宇 今天我们要考察的内容是鬼灭之刃的名字 炭治郎的姓氏造门是真实姓氏 但在日本大约只有十人左右 分布在大丰县储著室周边 造门是日本古代祭祀火神的神圣场所 和烧至陶瓷的窑洞 在鳄语老师的家乡福岗县有一座造门神社 造门神社以结缘闻名 但事实上在辟邪除恶等方面也很有名 传说该神社是为了封住鬼怪的通路而建 更神奇的是神社里的修行者穿的都是世松图案的服饰 这与炭治郎的和服图案一致 所以炭治郎的姓氏或许就是来源于造门神社 而神社里的修行者其实也是驱鬼辟邪的化身 这几乎与炭治郎等人完全契合 或许鳄语老师最初创作《鬼灭之恩》的灵感就来源于此 在《鬼灭之恩》成为现象级作品后 造门神社在日本也被鬼灭粉丝当成圣地巡礼 但还有一种说法是来源于造神 造神是同时掌管水与火的神明 就是中国的造王爷 他还被认为是火之神 没错就是那个火之神神乐有关 还有一个别名是九纳土神 也代表着想要除魔保护平安的神 原来《鬼灭之恩》还有这么多的现实考量 还有炭治是坚韧不拔的意思 炭治郎这个名字也很符合他麦炭郎的身份 关于《鬼灭之恩》的知识太多太繁杂 想要查资料就可以用到 Surfshark是全球最快速最安全的VPN之一 它界面简单 直接适合所有年龄段人群使用 服务器有3200多个分布在65个国家 无论你是在打游戏还是下载档 不仅王术快还很流畅 通过Surfshark VPN 你可以直接解锁全球最火的奈飞 即使你等大部分媒体库 畅通无阻的观看动漫剧集电影 比如我喜欢的《鬼灭之刃》和5月热播的《间谍家家9》 而且还可以观看受地区限制的视频或是直播内容哦 另外在网上冲浪有许多安全隐患 而只要使用Surfshark VPN 就可以通过加密来保护你的隐私 最棒的是只用注册一个账号 就可以跟家人朋友同时在计算机 手机游戏机智能电视等不同设备上无线畅游 并且在使用中遇到任何问题 Surfshark有24小时全天候客服帮你解决 如果使用过后真的不满意 Surfshark还提供30天的退款保证 让你放心无忧 现在只需点击视频下方简介栏里 小宇的专属链接获取Surfshark 并输入折扣码小宇Alim 就能马上获得17折优惠 加三个月的免费试用哦 超级优惠的有没有 赶快试试吧 根据招门家女性在启名上 都是与植物相关的线索 迷豆子的名字很可能来源于 一种叫五迷豆的花 名字从字面来看 迷豆子的迷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古代 都有悼念王妇之意 而豆是结封之时 用来驱轨的东西 在日本还有专门的撒豆节 大家会在午夜之前 将炙烤过的大豆撒在房屋四周 撒豆时口中还会默念 幸福来临 恶魔快走 这一点也非常符合 鬼灭之人的主题 善意的姓氏 五七也是真实姓氏 以工程县为中心 分布着17700人 姓氏来源于神话故事 传说日本五尊出海遇上了风暴无法前行 就在大船即将要轻测的时刻 他的妻子地局员为了丈夫的安全 充当祭品投海 这才平息了海神之怒 事后五尊因痛视爱妻失落的感叹 我的爱妻啊 更为神奇的是 所有人都没有想到 七天后地局员的叔子居然自己飘到了海边 当时的人们为了纪念地局员 就在这片土地上建立了供奉他的五七神社 顾名思义 五七代表着丈夫对妻子的爱 而善意对未来的妻子 迷豆子可谓十分重视 所以五七这个姓氏也十分符合善意的爱妻人设 而名次中的善则是非常善良的意思 就连骗过自己的女性善意也十分宽容 意则有逃避的意思 非常契合善意喜欢逃避问题跑得贼快的特点 一只树的姓氏 嘴瓶则是虚构的 和他读音相似的乔平 在关系地区有七十人左右 日文中的嘴指的是鸟的会 或者鸟会状的东西 这个字在日本并不常用 日语中有使会这个词 意思是有像猪一样的嘴 平这个字也许是为了让这个姓氏 更加接近于真实的人民而凑上去的字 一只树其实就相当于是猪之树 来源于野猪 巧合的是一只树的中文读音和一只树很像 香奈乎的姓氏 丽花落是真实姓氏 全国有六十人左右 来源于距今一千三百年前的奈良时代 传说有一位大官与一位美丽的公主结婚 但出嫁不到三年 公主就去世了 悲伤的大官建立起了一座神社供奉她 每当栗子开花落下的梅雨时节来临 神社就会有泉水涌出 而丽花落这个姓氏则是香奈乎自己选的 蝴蝶忍为香奈乎准备的姓氏中 有很多如雀 梭子鱼 非鱼子 等令人炸舌的非主流姓氏 当香奈乎想要选择梭子鱼时 被小葵及时阻止了 而后来的姓氏则换成了蝴蝶神奇本宫九世和丽花落这五个来自于蝶屋的姐妹们的姓氏 因为小葵非常希望有个妹妹的缘故 所以拼命的向香奈乎推荐自己的姓氏 可香奈乎还是选择了丽花落 看来是对这个姓氏情有独钟 香奈乎的名字是香奈惠曲的 和自己的名字非常相似 是把香奈乎当成了家人 香是代表了香气 十分符合花质呼吸 不死川是真实姓氏 全国大概只有十人左右 是净土真宗本院四派的僧人在寺院里用的姓氏 由流经大阪府的东途川演变而来 玄迷吃鬼能够获得超凡的生命力 石迷又特别耐揍 一身伤痕累累又活蹦乱跳 用不死来形容兄弟俩十分恰当 而玄则是代表了黑色 寓意者深不可测 石代表果实是真实有实力的意思 虽然玄迷和石迷的日语读音不同 但因为都用了谜字 还是一下就能知道他们是兄弟 富刚是真实姓氏 全日本有8500人 算是比较普遍的姓氏了 据说这个姓氏还是天皇欲赐的 其中富刚制私厂非常著名 是日本国宝级的世界遗产 易勇应该是引用了论语中的 见义不作即无勇这句话 意思是见到应该挺身而出的事情 却袖手旁观就是怯懦 所以易勇代表着做人需要有情意 勇往直前 巧合的是当初放过鬼话的迷豆子 就是易勇 易勇也确实做到了挺身而出 帮助他人如此巧妙的安排 很难想象鳄语老师到底是否有意为之 蝴蝶这个姓氏是虚构的 蝴蝶是昆虫蝴蝶的别名 与蝴蝶忍喜欢蝴蝶的个性十分契合 忍在日文中可以有几种解释 一种就是思念故人的意思 蝴蝶忍一直没有忘记死去的姐姐 为了给姐姐报仇不惜一切代价 还有一种就是隐藏隐忍的意思 蝴蝶忍经常用笑容来掩饰自己对鬼的憎恨 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妙啊 炼狱也是虚构的姓氏 在西方神话里 炼狱是位于天堂和地狱之间的地方 死者的灵魂在炼狱被火焚烧进化后 才能前往天国或者地狱 作为世世代代炎柱一族的姓氏 和火焰有着不解之缘 与中日焚烧的炼狱完美契合 名字中的杏则是杏树 花开美丽果实鲜美 是比较受欢迎的树木 杏的种子中含有可以入药的杏仁 而瘦则是有长寿的意思 这两个字都是关乎于健康 应该是父母亲对孩子的祝福 遗憾的是姓氏狼一年早逝 只活了二十岁 雨随也是虚构的姓氏 但和他读音相同的雨随 在日本大约有六十人左右 雨随是由两条河流汇合后形成的倒卷漩涡演变而来的姓氏 而天元一词则具有广大高深的寓意 就像是万物的根源 在围棋中会称棋盘的中心点为天元 是绝对的核心 这个名字可以说很好的体现了雨随唯我独尊的霸气 这可是自称祭典之神的男人啊 石头也是虚构的姓氏 但相似的石刃是存在的 石刃在宫崎县人最多 大约有2800人 石头可以解析为过去的时间是透明的 暗指吴依郎失去了曾经的记忆 吴依郎这个名字和双胞胎哥哥友依郎是相对的 就像正反面一样 无是无限可能的无 契合了吴依郎天才少年的设定 甘露寺是真实的姓氏 全国有着50人左右 甘露寺家族历史悠久 是平安时代的公亲贵族 在大政和明治时代被立举为华族 授予伯爵荣誉 族人作为同川和官员一直侍奉着天皇 在鬼灭之岸里 虽然没有明确说明秘密的具体出身 但从他的宅底大小和穿着豪华的和服来看 他应该是贵族 因此用甘露寺这个姓氏恰到好处 名字中的蜜则是甜蜜的意思 符合蜜蜜喜欢吃甜食的特点 而蜜是指美丽的宝石 而蜜蜜的眼睛就像是漂亮的绿宝石一样 契合了蜜蜜可爱美丽的外表 伊黑也是真实的姓氏 在东京大约有200人 家族的发源地为资鹤县高岛市的旧伊黑地区 小巴内的巴代表着叶子很大的热带植物 巴椒 应该是出于伊黑的出生地是伊豆的巴藏岛考量 所以名字中使用了巴这个字 因为这个岛上盛产巴椒 碑鸣语是虚构姓氏 不过读法相同的基岛全国大约有400人 碑鸣十分符合他感性经常流泪的一面 而读音相近的基岛演变而来了语 最终形成了碑鸣语 行鸣则是表示修行 和此后的世界鸣组合而成 寓意着平日里从不间断的修行 只有死了才会停下 产无妇也是真实姓氏 是三重线南部楼郡即宝丁实际存在的地名 而药灾和儿子灰力灾一样 代表着光辉闪耀 常无妇一族世世代代都把鬼 最害怕的阳光作为名字 玲珑也是虚构姓氏 但玲珠的姓氏有玲川 玲等 但也只有三四十人左右 也是非常罕见的姓氏 大概因为是使用水之呼吸的原因 所以用了与鱼相似的林字来命名 好啦 关于鬼杀队名字的考察到此就结束了 如果你们喜欢的话 请一定要记得帮小语按赞和订阅哦 这一期反向好的话 会继续更新其他人的名字考察哦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订阅哦